灵修主题 从创世纪神创造万物看生命的奥秘 第一集 地球的年龄 从亚当夏娃被耶和华省赶出一点园的日期算起 距今约有五六千年的岁月 在这以前亚当一个人悠哉悠哉的日子又有多少年 那就不知道了 真是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灭 山中无碎粒寒净不知年 修道的高人 山野春夫 谁去管今年是哪一年了 这段日子可能是耶和华省 自从创造李主任亚当以后 神最快乐的时光 由于神看到亚当寂寞 就给亚当身旁添加了一位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亚当分心给了夏娃 赋唱敷水 日子不再寂寞 到时神开始寂寞 时常在问 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夏娃同在伊典园中 一起的年数有多久 我们也是一样的不知道 圣经中没有提及 这样说来 我们并不知道亚当一个人和亚当夏娃两个人 在伊典园中的日子有多少年 它可以是数千年数十万年 也可以是数亿年之久 地球的年纪也因而有了弹性 地球的年龄是年轻还是年老 一直是进化论攻击基督教信仰的一大目标 因为创世纪的说法违反科学吗 其实地球的年龄可以是年轻 也可以是年老 伊典园中的岁月 可以和伊典园外的岁月同时并进 考古学家 古生物化石专家 所叙述的各种事情 和那些巨大的恐龙 横行天下的事情 都可以和伊典园中的事情 各进行各的 创世纪的记载和科学家的观察 并不冲突 这方面的争执也变成没有必要了 亚当夏娃出了伊典园 坠入凡城 他们和外面的世界发生关联 千千扯扯 复杂的事情 开始层出不穷的不断地发生 害得神费心 终于在失望痛心之余 耶和华神 要将他所创造的人类和全体活物 全部回去 我们不幸地成为属于撒旦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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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幸地成为属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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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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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幸地成为属于祝福